这个球队的教父级人物 第一个主场比赛 头几个主场比赛 其实情况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应该说现场的这个草皮质量 在稳定的提升 阿卜杜利埃德斯是这个 去年的和这个南小峰一起 是一个新的发现 这球并不入位 看看这次直接打门 这球有一个变现 文匠还是把这一球第二下拿到了 米田赫 身体也比较强壮 有意思是那年锐超他拿金靴 然后这个同靴是这个卡尔坎森 看看这次的投球六门 这下还是被米田赫 投出底线 有点险啊 看看这次的定位球 吴鹏和周恒两个人 吴鹏来选择把球给到 金区里面的投球顶到了 这次很险啊 似乎是阿卜杜海米提 争顶到了这个点 给金区 金区里面 这次被阿卜杜海米提 这已经是 脚球 脚球 已经在空中出界了 远远是刘晓东来处理前点 第一点先为对方挡出去 外围 这次呢 来自约翰的一角射门 打高了 沿着右边往前传 直接找前面 现在约翰来到了右侧 约翰下到底线附近 真是一个好机会 横着走 到三角船 回来 拖着射门 这下滑门而出 这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宝丁红大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宝丁一直被压着打 但是很难得突然找到了一个好机会 约翰的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 这个传球线路非常的准 直接找到空档 杨昊跟上完成的这脚推射 太过于追求角度 想打球们的远角 但是还是稍稍偏出了 被防守乐园挡出来以后 外围还是西洋题彩队在控制 无旁 右脚再次给到竞区里面 后点高圈 这球进了 比赛下半场 打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西洋题彩队终于是通过 阿布鲁海底皮的投球 攻开了暴定龙大的大门 咱们看 这球给到了后点 原先在进攻位置上的张爽 给换了下去 那么这就表示他们 这次进区里面的机会 这球进了 这是在后场的直接的长传球 在进区里面 何泰君拿到这样的球 他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后位是他的防守 是他的一个软肋 这一球啊 雷深刻的 前面这个升超级的过程当中 也是起到了这个很关键的作用 而且的确新疆在这段丢球之后 反而气势很胜 对 徐晴再交 阿布鲁海米田 胸部停下来 横着扫进去 这球进了 这球进了 又是伊克拉 帮助球队在主场再次将比封超出 徐晴给阿布鲁海米提送上了一个过顶的传球 这个突破也是非常漂亮 一停然后把球横推 从两个人的脚中间把球给传过来 对 这个阿布鲁海米提也得祭一份功劳 对 一个进球 一个助攻 给进去 第一点还是被维森特顶到 的确在这个投球优势上的 对 看看 哎呦 这球啊 一个单刀球的机会 自己带球往前走 进了进去 面对门将 缓开又是门 球进了 这是杀死比赛的一球 对 还好啊 技术还不错 把这球给抹了啊 维森特在禁区里面投球解围之后 把对方一抹 中间的巴巴卡拿到球以后 把球敲给了伊克拉 迪欧也是体力最充沛的一个球员 对 好 郭宝龙知道不等这定位球开出 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新疆题材在主场3比1 战胜了保定荣大 强度应用 只需要 不过 再拉